欢迎大家回到我Learn with Tom Lee 的 A-level mathematics, A-level 数学 我们今课会讲sequence, 数列, 和 series, 级数 第三课我们会分成八节 3.1, Alphabetic Sequence 3.2, The first nth terms of the alphatic sequence 3.3, n terms of geometric sequence 3.4, Finite geometric sequence finite 的意思是有进投的 3.5, Infinite convergence sequence Infinite 即是没有进投的 不过convergence convergence 就会越来越少 越来越non-significant 我们可以drop out 3.6, Sigma notation for series Sigma notation 我们会用Sigma符号 去代表Series 让Series 写上来 是比较简单的 3.7, Generate Sequence 3.8, Realize of Sequence and Series 我们如何应用Series 我们如何应用Series 在我们日常生活和科学方面 首先我们看看定义 In Alphabetic Sequenc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onsecutive terms is constant 我们看看下面这几个 Sequence 大家就会明白 如果我们有一些数列 例如5, 7, 9, 11 下一个就会是13, 15, 17, 19 为什么我们会知道呢? 因为你会发觉 这两个第一和第二个 你会看到是加2 5加2就是7 7加2就是9 9加2是11 你会看到它们的difference 它们的距离是相等的 而且是增加中 越来越大 所以我们称为increasing sequence 它是Athematic 因为中间的距离是相等 所以它称为一个数学级数 这个级数就是每一级都是多2 increasing Athematic Sequence 第二个例子 12.5 7.5 5 你会看到是越来越细 越来越细之余 它们的距离都是相等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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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类推 我们称为decreasing Athematic Sequence 第三个你会看到是4 就变7 7就变12 12就变19 4加3是7 7加5是12 12加7是19 你看到它们的距离是不相等的 是会有变化的 这个并不是一个Athematic Sequence 因为它们中间的距离并不相等 我们再看看我们怎么计 the end terms of the Athematic Sequence 意思就是如果我们知道了Sequence 例如好像这里 我们知道了5 7 9 11 第五个我们会知道是13 对不对? 但我们怎么计算13 如果我问第十个会是多少呢? 那我们怎么计算呢? 我们就靠这一条的equation 或者这条的formula 这条的formula就是说 the end terms UN 是等于A A就是第一个 数列的第一个 加给N-1 如果N是10的话 N-1就是9 然后乘给它们的距离 它的距离就是由第一个去第二个位 第二个去第三个之间的距离就是D 根据这一个formula 代入这条式 如果我问你第十个的number是多少呢? 你就会把第一个是5 第一个就是A D 就加给N N就是10 加给10-1 乘给D D就是2 那就会得出第十个的value是多少呢? 长了这么久 我们知道一个数学的级数 Altematic Sequence 就是第一个加给一个数字 就变成第二个 第二个加给同一个数字 就变成第三个 我们也有个formula 去计算第N个的时候 它的数字是多少 而A和D D就是距离 A就是第一个value N就是第N 那么多个 第一条的例子 就是这里 大家可以停止了视频 写下这个例子 第二条的例子 就是这个位置 第三条 就是这个 第四条 就会是复杂一点 所以我写着challenge 是复杂一点的 当你看到 就有EP 又是说 给你听 有一些考试里面 我们也曾经出过这一题 year for examination 而这个第十条 也都是一个examination的 试题 值四分 上高的第九条 应该是值三分 我们去计算 那个级数 某一个value 接着另外两条 就是下面这一条 和这一条 所以我们一共有很多个例子 我在这一节里面 尽量用一些例子 跟大家解释 什么叫sequence 我们在计算第N的条件 我们应该如何计算 以及如何计算 这个formular 去计算回sequence 第一条 the N terms of an arithmetic sequence is U N equal to 55 minus 2 N 第N的条件 是U N 就是等于55 减2个N A 就write down the first five terms 我要写下头的五个 那么头的五个 也就是N等于1 2 3 4 5 那当N等于1 U1 就是等于55 减2 乘比1 即等于53 如此类推 U2 55 减2 乘比2 即51 那么你会看到距离 会是-2 U3 U4 U5 你可以用这条式去写出来 或者 你根据这个距离 你都应该知道 这个是49 47 和45 那这个就是 头五个terms 也就是A 那部分 B Find the 99 terms in the sequence 我们找第99个 那个value 99个 即是U99 就会是等于55 减99 乘比2 也就是等于55 减180 99乘比2 198 即是等于55 减198 我们拿个计算机出来计算 如果你没有计算机 你直接可以在这里计算 198 减55 198 减55 你可以这样计算出来 即8 减53 9 减54 那这个1 减143 那这个应该是-143 因为我们反过来计算 答案就是-143 C 那部分 就是Find the first terms in the sequence that is negative 我们会看一下 这边一直减下去 第一个negative 那个terms是多少呢? 那个做法 我们只要代入 就是我们代 U of n 是等于55 减2n 是小过0 因为是negative 所以小过0 我们现在要计算 这个n是多少 我们会计算 -2n 是小过-55 因为我将-55 扔过来 我将-2扔过去的时候 n是大于55 除比2 因为-55除比2 55除比2 55除比2就是27 27.5 就是大概27.5 n应该是等于28 因为刚刚大于27.5 我将-28 在这条式 u28 等于55 减2 比28 就是55 减56 就是等于-1 第一个terms 由正面负的 第一个terms 应该是-1 这是ABC 这三条答案 包括了第一条答案 就是这五个value 第二条答案 就是-143 第三条答案 就是-1 第二个例子 我们就要找 the n terms of each arithmetic 我们有两个数捏 A和B 两个数捏 我们要找回 the n terms 的formula n terms 的formula 就是un 等于a 加n-1 d a是什么 a是the first term d 就是距离 所以un 就是the first term a这一条 a这一条 the first term 就是6 加n-1 d就是6 6到20 6到20 是14 所以d是14 我们就会有6 加14 n-14 我们就会得出 14 n-8 这是a这一部分 我们计到n的terms b这一部分 n的terms 都是代回这条 un 等于a 加n-1 d a 就是101 加n-1 d 就是101 94 101 就是94 所以d 是-7 就是乘比-7 就是101 -7 n 加n-7 所以我们会有-7n 加n-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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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b 的答案 这条 相当简单 找n的terms 的时候 我们要代回这条式 永远都是这条式 un 等于a 加n-1 d a就是first term d就是距离 第三条 如果我们知道 un 就是等于这条 formula an 加b 而a和b 是两个constant 任何一个value u3 是等于5 这个我们知道了 u8 等于20 我们现在要找的 就是a和b 这两个constant 那个real number 究竟是多少 做法是怎样呢 做法就是我们代回u3 第三个terms 就是u3 是等于5 而n 是等于3 所以就是3a加b u8 是等于20 所以我们会知道了 20 是等于8a加b 这两条linear equation 我们将两条linear equation 互相相减 b-b是0 3a-8a 就是负5a 5-20 就是负15 a就是负15 除比5 除比负5 a就是负15 除比负5 也就是3 我们将这个3 代回到这个a 这个equation 计回b 就会得到 5等于3乘3 加b 5等于9 加b b 4 b 就是负4 所以我们找到两个value a等于3 b等于负4 所以un 是等于3n-4 这个就是un 3n-4 就是un n越大的话 整个数字越大 究竟是否真呢? 我们试试 将3 代入这里 就是3乘3-4 就是9-4 就是5 第三个terms 就是5 第八个terms 就是324 24-4 就是20 第八个terms 就是20 整个equation 找出来的value a和b 都是正确的 这一条是exam question the first three terms is -8 k square 和17k 现在我们要找两个value of case 是suitable for the first three terms 这个做法 不难的 我们会看到 这个athletic sequence d 即是中间的距离 就是等于 第一个term 次到第二个term 也就是等于 k square 减比负8 也就是等于 k square 加比8 d 等于k square d 也就是等于 第二个和第三个之间的距离 也就是等于 17k 减 k square 这个也是d的第二个formula 既然这两个相等 大家都是d 的话 我们就会找到 17k square 17k 减 k square 等于 k square 加比8 我们将所有东西放在右边 这个就是2k square 这个放过去 -17k 然后加比8 这个东西 我们解决了 quartetic equation factorize 我们会计算 是-2k 2k-1 乘比k-8 2k-1乘比k-8 就会得出这个 就是等于0 既然这两个乘比k-8 一是k-8 等于0 一是2k-1 等于0 k-8等于0 k等于8 2k-1等于0 k等于2分1 我们就会计算到两个k的答案 一是8 一是2分之1 这也是exam question 我们知道the first term 就是k the first term 也就是a difference d等于k 我们知道了这两个 我们知道k 是大过0 而u5 就是第五个 term 就是41 我们要找回k 不过今次 我们要provide in this form p加q square root 5 k in this form 我们怎么找k 我们先看看u5 是等于41 亦就是等于a 加比n-1d n就是5 a就是k square d就是k 照代下去 我们会有41 等于k square 加比n-1 5-1就是4 d就是k 就是4k 我有这条quadratic equation 整条quadratic equation 就是k square 加比4k c 减41 等于0 如何solve 这个quadratic equation 大家可以看回quadratic equation 的solving 但是给大家一个general solution 就是我们会知道k 是等于-b 正负square root b square 减4ac 除比2a 那什么是a 什么是b 什么是c a 在这个case来说 就是k square 的coefficient 就是1 这个是b 这个是c 我们照代回到这条式 找回k 所以k 是等于-b 就是-4 正负b square 正负 因为我们的题目说了 k是大于0 所以一定是正 所以我会加 就不是负 而b square b square 4 square 就是16 减4ac 就是减4 1 乘-41 就是正164 除比2a 2a 就是2 我们就会计到 -4 除2 加比2分1 的square root 180 180 我们就可以分为 成为两个factor 这是-2 加比2分1 180分为两个factor 我们就可以得出 5乘36 就是180 36 我们可以抽出来 因为36 就是6的square 抽出来 就变成6 6除2就是3 我们要找到2 -2 加比3 square root 5 这个就是k的答案 也就是适合 这个form 这个form p就是-2 q就是3 乘比square root 5 这个就是k 的solution 第六条 我们就要计 找回d 即是找回 sequence 之间 第一和第二个terms的距离 大家会看到 他给到我们的first term 就是14 即a等于14 而第四个terms 就是32 我们照代回去计 就是un n 是等于a 加比n -1 d 照代回 如果n等于4 这个就是32 a 就是14 加比4-1 就是3 d 32 等于14 加比3 d 3d 等于32 -14 32 -14 d 等于18 3d 等于18 d 等于6 这一条是相当简单的 我们有这一条的式 一般来说 都会是这么简单 有些exam的question 会复杂一点 接着这条 我们知道un 是p n 加比q 这个n 我们不知道是valid value p和q 都是constant 我们知道了u6 是9 u9 就是11 照代回我们的formula un 等于a 加比n -1 d 代回u6 就是当n等于6 的时候 这里就会是9 9等于a a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 如果找回a 加比n-1 n-1 就是6-1 就是5 加比5d 接着 我们就会有u9 当u9 就是11 这个是a 加比9-1 就是8d 11 就是a 加比8d 我们想计算d 是多少 我们将两个双减 9-11 就是-2 a-a 就是0 5-8 就是-3 d d 等于3分之2 就是1.5 d就是1.5 1.5 1.5 大家都知道 1.5 大家知道是对不对的时候 我们看看如果n等于6 的时候 u6 是否等于1.5加比5 1.5 乘比1.5 乘比1.5 就是1.5 加比7.5 就是等于9 也等于7 所以a 和d value 是对的 但我们不是找a和d 我们是找p和q 我们知道un 是等于p n 加比q 也就是等于1.5 加比n-1 1.5 我们知道有这两个双等 所以pn 加比q 是等于1.5 加比1.5 n 再减比1.5 1.5 减1.5 就不见了 因为这两个双等 所以pn 加比q 是等于1.5 如果这两个式是双等的话 也就是p 是等于1.5 而q 是等于0 当p等于1.5 q等于0 代入这条式 刚刚好 un 就是1.5 n Muchas gracias Again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listening to my tutorial videos and if you need a private tutor for you to get a better mark or better score in your DSC examination in Hong Kong the SAT examination or just you want to improve your mathematics and english for your college and university study please contact me at chingtom929 at yao.com.hk my telephone number is plus1 852 65928609 好 多谢大家收听我这个video 如果你是希望你的mathematics 和你的英文是更加好的话呢 你想要一个private tutor 你可以随时contact我的 令到你的DSC exam 或者你想考SAT 你也可以contact我 因为我都有一些私人的补习 在这两方面的 多谢大家 Thank you 拜拜 muchas gracias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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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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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